大家好,我是背网资讯的Roger 欢迎收看本次的锦囊妙记 本次的锦囊妙记要跟各位讨论的是 我们要延续着上一次第23季当中 我们所讨论的是 使用者使用Windows 10 并且升级到1903的版本 或者是他直接拿到电脑的时候 已经是1903的版本的状况之下 在VSE上面所遇到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上一次是讨论的是EMS 那在这一次是要讨论的是 如果在VSE上面来讲 会不会有一样的问题呢 OK,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本次的主题 那其实跟各位报告 其实在VSE的8.8里面 其实是并没有这个问题的 其实只要您更新到Patch 13 就可以解决现有的状况 那刚好承袭了上一次 如果是Windows 10 1903的版本 如果您电脑今天拿到的时候 它已经就是这个版本了 我们建议你们可以暂时性先安装VSE 8.8的Patch 13 因为这样可以让您的电脑 在有基本的保护之下 可以作为一个正常的运作 那我们可以再透过Patch 13的一个方式 直接升级到EMS 10.6.1 就可以解决上一次我们所遇到的一个问题的部分 OK,那如果说您的环境上面 就是单纯就是使用VSE的8.8 那就像我们刚前面提到 不管是您的电脑直接来的 它就是Windows 10的1903 或者是说你们即将要升级到 那个Windows 10的1903 都没有问题 OK,只要您把您的VSE 8.8的版本 更新到Patch 13就可以了 好,那承袭上一次的问题 在EMS跟VSE的一个状况之下 有人问 如果我的Windows Server 2019 也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呢? 好 目前Windows 2019 如果你也更新到1903的版本的架构之下呢 一样 在EMS上面 你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那如果你是使用VSE 8.8 一样 Patch 13直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说您今天 在那个 那个Megafi的一个下载的网站上面来讲 它可以提供你两个下载安装包 一个是单纯的Patch 13 另外一个档案呢 就是VSE的8.8组程式 并且包含Patch 13 这两个呢 你都可以直接下载来做使用 来解决您升级到 不管是Windows 10 还是Windows Server 2019 的一个1903的版本 在VSE上面来讲 它都是可以能够顺利做一个更新的部分 以上呢就是本次的一个景行妙记的单元内容 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呢 你可以透过电话或者是email 来跟我做一个联系的部分呢 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 所谓的一个讨论 以上就是我们本次的景行妙记 谢谢